吉安湘109年度宇文竞赛成绩揭晓 在这一次参赛的143人当中 有73人获得了奖项 16号的下午是在乡公所二楼清明堂 进行了颁奖表扬活动 乡长游淑珍肯定获奖的学生 并希望代表吉安湘参加花莲县比赛的25名选手 都能够齐开得胜 为学校和吉安湘来争光 小朋友一个个上台接受表扬 吉安湘公所在16号下午 举办109年度宇文竞赛颁奖表扬活动 在这次参赛的143名学生当中 有73人获得奖项 吉安湘长游淑珍特别勉励获奖同学 希望小朋友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看到每一位孩子都充满了自信 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项 相信他们在学习的历程里面 相信也是收获满满的 也要带正式的代表 我们吉安湘公所到我们的花莲县来参与我们的县赛 我们相信每位孩子的养成 必须要我们积极正向的来作为一个鼓励 未来在我们的这个课语的传承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语言族群共融的推展 我们也希望能够寄注到各个学校里 让学校跟我们开启一个横向联系 共同为孩子多元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来铺陈 在这次获奖的同学当中 有25人将代表吉安湘 在9月27号参加全线的宇文决赛 乡长游淑珍表示 获奖的同学往往要付出无比的耐心与热情 才能创造傲人的成果 他也预祝参赛者在全线决赛时 能够旗开得胜凯旋荣归 记者许丽勤吉安湘报导